大家好,我是懷雲中醫診所吳正義醫師 今天要為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秋冬季節所造成的身體痠痛 又到了一年秋冬季節的轉變時候 這時候天氣的轉變、氣溫的變化 是否讓你感覺到身體某部分特別的痠痛呢? 要如何預防和保健呢? 接下來就由我來為大家做介紹 氣溫在降低的時候 身體為了要適應外界的環境 也會讓自己的血管收縮 來適應外界氣溫的變化 那如果新陳代謝以及血液循環較慢的部分 這時候就會更容易特別感覺到痠痛 例如像容易吹到風的肩頸部 容易著涼的四肢末端等 因此我們要介紹幾個小訣竅 要讓大家做預防保健和保養 第一個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容易曝霧在外面的部位 像氣管、頭、四肢等 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就要做好適當的保暖與添加衣物 第二個 適當的運動以及柔軟度 如果有適當的運動 加上伸展 會讓自己身體的柔軟度變好 柔軟度變好 自然身體就不會僵硬 也不會疼痛 第三個 充足的睡眠與均衡的飲食 這兩者都可以為大家提供 良好的免疫力以及抵抗力 第四個 如果你有慢性病病死的患者 要多注意監控自己的身體數據 例如血壓、血糖等 大家在秋冬季節身體的照顧 需要你我共同來守護 還原中醫診所關心你 既然是這兩者都可以 然後你去吃 你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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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抵抗力